第十六章 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 它是讲些什么呢 我们看 主要它就是 我们看这个 它怎么会有热力学第二定律 主要就是我们 把热力学第一定律 用在热机上面 Heat Engine 比如说 像汽油引擎 柴油引擎 蒸汽引擎 蒸汽机等等 这个通通称为热机 你这些机器 它其实都是在做 这个循环过程 比如说汽油引擎 它把汽油吸进来 汽油跟空气吸进来 然后产生爆炸 爆炸这个力呢 就推动它的齿轮 启动曲柄走 曲柄走带动齿轮 汽车就会动 对不对 要制造一部汽车 你很讲究的就是说 你的效率要很好 就是我用最小的油 要能够替我们做最大的功 讲究的是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先 从热机开始介绍 介绍了这个以后 我们才能够讲 什么是热力学 第二定律 所以热机 它就是一个机器 它做循环的过程 循环的过程 它这个在做循环过程里面 你看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功是正功 就是系统对外界做功 机器在对外界做功 就是引擎 真的在推动这个汽车 那这个过程呢 回来这个B到A 那是做的复工 那就是外界对它做功 所以它一个循环 就有一个进功 Network 这个Network呢 就是把原来这个工作物质 它的热量吸收了以后 拿一部分来做功 这个是热机 我们假定 末后的内能是这个 起初的内能是UI 那么它内能就有改变了 内能改变的话 我们假定它现在是一个循环过程 那这个就是零了 因为内能是等于Q-W 等于零 那就是W等于Q 所以热机是在每一循环中 将吸取的静热转变为进功 这个就是一个机器 热机做循环过程的时候 它就是在每一个循环里面 吸取静热 就是把吸进来的热 扣掉排出去的热以后 这些剩下的热就拿来 这些还有剩的 吸进来扣掉排除的 那么这个热拿来做工 现在我们用这个工作的一个图 很简单的来代表 这个机器 它怎么样子在运作 在每一个循环里面 热机就是热机 它从高温的热库 TH就是High Temperature Reservoir 从这个地方吸取热量 热量吸进来 然后呢 对外界做工 拿一部分的热量 对外界做工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就排到 低温的热库 Cool Temperature 排出来的是QC 所以每一个循环 热机所获得的热量净值 就是它吸取这么多 然后排出来这么多 所以真正用到的是QH-QC 我们用绝对值 因为这Q它有符号的 对不对 对外界做工 这进工 就是这个进工 这两个相解 剩下的热就是要来做工 热效率定义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用E来代表 Efficiency 代表 就是对外界做的进工 与输入的QH的笔值 就当作它的效率 当作它的效率 我给你多少热 然后你替我做多少工 就好像说我们 有的同学啊 能力很强 有的同学能力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 比如说你 同样吃五碗饭 一天吃五碗饭 那么这个同学做的工啊 就差不多有四碗饭的这个量 另外一个同学只有两碗饭 对不对 那当然是效率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这个Q 这个W等于Q 对不对 就是这个字 拉到这里来 然后把这个分数拆开 这分数拆开 那就是E减到QH分之QC 这个就是热机的效率 热效率 好 现在我们就 来谈一谈这个汽油引擎 我们刚刚不是都用这个排出来的热 跟吸收的热 来求效率吗 对不对 这个热你怎么求啊 怎么弄啊 我们看看汽油引擎的运作 这个是气缸 这是一个四重层的汽油引擎 好 那么一开头 比如说它的活塞本来在这里 这里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 后来活塞就往下沉 这体积就变大了 体积变大呢 它就把一些汽油跟空气混合的这个气体 从这个气阀里面吸进来 这一点一点一点就是代表 空气跟汽油混合的一个气体 吸进来以后啊 这个活塞呢 就从这个地方往回头压缩 压缩到最低点 它当然不是灵了 就压缩到一个最低点 这个时候压力也最大 压力也最大 当然它的temperature也会升高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叫压缩过程 就在压到最低点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火星塞 就爆炸 点火 那一点火的话呢 这个 汽油跟空气混合气体就爆炸 因为每一个汽油分子的周围都是空气啊 所以很容易燃烧 所以很容易燃烧 它在一起燃烧 就叫做爆炸 它的爆炸非常的快啊 它整个都爆炸完了 瞬间就爆炸完了 这个 这个 Peshtown 是有获得很大的速度 但是还来不及 就是说它走的距离 还很有限的时候啊 这个爆炸已经完毕了 于是这个时候呢 这是压缩 那点火啊 点火 点火了以后就开始 因为爆炸 因为爆炸就开始膨胀 因为点火时间很快 还来不及 膨胀 它已经点火完毕 然后就开始膨胀 膨胀就把这个活塞啊 从这个位置啊 推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这个叫点火 这个叫做膨胀重臣 膨胀重臣啊 就是这个重臣 也叫做动力重臣 就是它膨胀这个重臣呢 能够带动曲柄轴 曲柄轴再带动齿轮 汽车就可以加速 然后这个烧完了以后呢 不是编成一堆的二氧化碳吗 没有用吗 它的pistol 会再压缩 从这里压缩回去 这边就有一个气发开开了 这边气发就关闭了啊 然后这个二氧化碳呢 就从这个地方排出去 它再一次膨胀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样子 再一次膨胀的时候 就是这个气发开开 这个气发关住 就把新鲜的空气跟汽油 就从化油气里面吸进来 然后呢 再开始这个重臣 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循环 所以A 这个我们叫进气过程 也叫做进气重臣 intake process intake stroke 第二个 B是压缩过程 compression stroke 第三个 点火跟膨胀重臣 emission and expansion stroke 又称为叫做动力重臣 叫power stroke 只有这个重臣呢 会让汽车移动 一 称为排气重臣 排气重臣 这就是气有引擎的四个重臣 四个重臣是这样子 你怎么样求它的效率 刚刚效率我们讲 一等于什么 一减掉QC 绝对值 比上QH绝对值 对不对 你要求什么 求QC跟QH QC就是排出来的热量 QH就是吸进去的热量 那刚刚四个引擎这样子跑 你怎么算 你怎么算 你知道引擎是这样子 知道那个理论是这样子 你怎么样子把这个事实跟理论 能够拉在一起来 这就是engineer当初的这个工程师 他要想办法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人家怎么想的 这个叫做autocycle 是由德国的一个 alto这个人他所发明的 他认为汽油引擎 在PV图上面 它可以有这几个路径 因为你只有几个路径 才有QHQC出来 你才能够求它的效率 对不对 它这路径是怎么 它是怎么样子说的呢 从A到B 你看体积比较大 压缩的比较小 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吸气以后 那个压缩过程 压缩过程 我们知道体积比较大 压缩到体积比较小 但是这个曲线要怎么画呢 这个曲线要怎么画呢 怎么画呢 那么autocycle认为 它这个压缩过程 非常的快速 你看引擎一分钟都几百转 所以它每一次循环的时候 它的热量 你都会产生热 会比这个引擎外面高 但是它还来不及 传出来的时候 这个引擎已经进行了 好多好多次的 这个过程 所以它说 这个因为很快速啊 快速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什么 绝热过程 所以A到B呢 它就认为是绝热过程 就是这个过程 OK 然后B到C 这就是点火 我们刚刚看那个点火 它压缩到底的时候啊 开始点火 点火的时候 热量会 会急剧的升高 但是呢 体积还来不及膨胀 它已经完毕 就是说这个 也很快速 体积还没有膨胀 它就上去了 压力上去了 温度也上去了 好 那么接着 这就是 所登溶过程 这个时候的温度最高 因为它 气体 气油在里面爆炸 然后从C到D呢 就可以 这个爆炸完了以后 就开始膨胀了 膨胀又从这个V2变到V1 这个过程呢 也可以 妈妈糊糊的看成是绝热过程 因为它变化的很快 变化的很快 然后从D到A D到A 就是排气 它 从这里排气 就是说它 它一方面排气 一方面排气 一方面呢 又进气 一方面 比如说上去的时候 把气排掉 比如说在下沉的时候呢 就把空气跟 汽油吸收进来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种 把它当作灯溶过程 它温度比较低 排热 好 那么吸进的热量是什么呢 就是QH QH怎么算呢 QH我们就用这个 用这个NCVDT 就是用CV的定义 N分之一 DQ over DT Volume keep constant 用这个算 那么积分积出来 就是NCV TC-TB 我们要绝对值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去正值 它从TB到TC 这个温度比这个低 所以一定是正的 排除热量是在 D A这个过程 我们也是用这个试着 那么因为它要取 绝对值 这个温度比较低 这个温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把 TA摆在这里 T D摆在上面 在上线 算出来是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热效率里面 它就等于这个 热效率 那么 我们现在就要问 这个T A T P T C T D 到底是 什么 怎么算 怎么算 你怎么算 这个 怎么算 那么我们又用 热力学第一定律 就可以算 我们再看这个图 将A B A B C D 四个状态 它的状态方程是写出来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P A B A N R T A 所以它的温度是 TA 是跟这些有关 B点 B状态的这个 状态方程是这个 所以这里头都有 TA P B T C D D 然后体积的关系 你看这个体积 VA跟VD都是一样大 都叫做V1 VB跟VC一样大 我们称它叫做V2 V2 我们把这些值 先摆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先看 它从A到B 跟C到D 这两个是什么过程呢 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有什么 绝热过程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PVγ 对于Constant 那就是P A VA γ次方 等于P B VB的γ次方 这也是一样 PC VC的γ次方 要等于P D VD的γ次方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 P A VA 拿出一个VA 剩下一个我们用V1带 因为VA就是V1 拿出一个带 剩下就是Vγ减1次方 这个也一样 这个也一样的做法 然后呢 我们把PAVA 用这个带 PBVB 用这个带 等等 那就得这样的式子 从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 把这两个等号 等式相减 这个减这个 等于这个减这个 好 那么 我们 你把这个 D解A 这个剩这个 你把N2 N2就约 大家都约掉了 最后 最后你这个就可以把它画成 这个样子的式子 这个 剪这边 这边剪这边 相等 把这个值 带到我们刚刚求出来的这个 里头 我们就得热效率 是等于 是等于 这个就换成这个了 这个就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弄到分母 就是V1 over V2 伽玛减一脂肪分之一 这就是热效率 热效率 你要量温度 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量啊 不容易量 体积 你一直知道 你最大体积是多少 最小体积是多少 知道 那么 所以热效率是等于 一减掉 这个 这体积的比 V1比V2 叫做气缸的压缩比 压缩比 如果压缩比是10的话 那就一减 10的伽玛减一脂肪分之一 算出来 伽玛用1.4来算的话呢 热效率 我们气温引擎的热效率 差不多是60%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你如果这个值越大 分母越大 分数就越小 分数越小的话呢 那这个 1减到越小的分数 这个值就越大 那些效率就越大 所以照理说 你气缸压缩比要越大 它的效率 热效率才会越大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不能太大 就是你这个 不能压缩的太小太小 压缩的太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气体 汽油跟空气的分子 它的体积压缩的很小很小 太小的话 就超过汽油 它里的温度就上升了 会超过汽油的燃点 超过汽油的燃点 它就自己就爆炸了 不需要你点火了 那你说那更好啊 那不需要用火 不需要再买火星塞了 但是你知道吗 用火星塞的时候 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体积 已经到了最小 就要教我们荡秋千 它一定要荡到这个 速度最慢的这种 你推它 它才会越来越大 推它 它会荡得越来越大 那这个火星塞就是说 你一定是在 它静止的瞬间推它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 它从这边荡过来 不一定要到最小 就开始爆炸 就推回去了 好像你的一个 你带你的朋友去 当秋千 当它荡到最低一点 最快的时候 你推它一把 会有什么结果 它会不会长得更高 不会 你推它出去了 人飞出去了 那这个 对引擎来讲 就是这个 引擎快不了 反而变慢 我们常常 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会听到 有一些摩托车 会放炮 蹦蹦蹦蹦的 那就是它的引擎里面 古热 那么还不造底 还没有压缩造底 就开始爆炸 这个时候引擎不会快 你骑的人就知道 它蹦一身 引擎顿一下 反而变慢了 OK 以上介绍的是 汽油的引擎 汽油的引擎 另外有一种机器 叫做 refrigerator 或者叫做 heat pumps 就是送热机 或者是抽热机 送热机跟抽热机 就是用heat pump来做的 冷冻机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的工作示意图 是这样子的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这是高温热库 这是低温热库 这个就是我们的冷气机 他怎么工作呢 他说在每一循环里面 你外界要给他供 要给他供 比如说我们冷气插电 这个电 这个马达 就推动这个冷气机的压缩机 冷气机的压缩机 然后呢 这个就开始工作了 他工作就是 比如说冷气机 他就从低温的地方 吸热 屋子里头空气比较凉爽 反而吸热 然后排到室外 比较高温的地方去 所以每一循环都这么做的话 那么屋内的温度就越来越低 屋外呢 当然 外面是开放的 那么觉得热一点 如果那个也是个封闭的密室的话呢 那温度会越来越高 好 那么这个机器 送热机 抽热机 跟 refrigerator 它不是用 效率来做 它呢是用什么 有另外一个 叫做性能系数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他用这个三个 三个字的 第一个字母来表示 COP COP就是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来表示 怎么表示法呢 比如说 他如果做暖气用的话 做暖气机 就是说你这个屋子里 需要暖气 这个机器啊 现在就是把暖气送到这里去 从这边吸热 这边的 温度比较低 就是好像 你屋子里 本来温度就比外面高 现在我们要更高一点 像冬天冷气来了 我们今晚 你这个能够送热吸进来 它就从外面 吸收这么多热 把这个热呢 传到里面来 OK 所以它是输送到高温处的热量 高温处的热量 比如说 他吸这么多热 然后 排到高温处是QH 被W出 那W呢 就是等于QH 就是等于QC啦 那这个叫性能 暖气机的性能系数 如果一般的暖气机使用的时候 它低温的一端呢 温度不得低于9度C 冷气机的性能系数 定义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 好像夏天 我们室内在这里 是室外 室内的空气 温度本来就比室外低 它现在要这个温度更低 它就从这里吸了QC的热 然后呢 因为它做工啊 然后这个排出去的就更多的QH的热 冷气机就是说 它从这里低温处吸收多少热量 逼上它的功 那这个就是冷气机 它的标准值 就是它的典型的值 就是五跟六 五跟六 这是心能系数 像这个热力学 就是用在这个热机上面 你看那么西洋的科学 讲究 会研究这个 冷冻机啊 内阳机啊 吸入引擎那是热机 它的精神就 挖在这个科学的应用上 不过我们 我们台湾的也很会研究 不过我们研究的机是什么机呢 什么麻油机啊 什么三杯机啊 不是这些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个密题 有一个冷冻机 工作系数是五 驱动冷冻机的功率是五百瓦 所以你这个机器啊 你这个冷气机啊 上面注明是五百瓦 在理想状况下 要把五百克的 二十度C的水 全部冷却到零度C的冰 要多久 要多久 那我们就 怎么算呢 那我们就看看你这个 二十度C 五百克的水 要比较零度C 它总共 要从它里头抽取多少热量出来 那我们知道水的凝污的这一查表 等于这个 比较是这个 比较 二十度C的C 比较零度C的水 要抽的量 首先它是 将零度C的水 然后这个是 从零度C的水 变成零度C的冰 这有热 热进去是改变它的温度 这个吸热是改变它的 像 它的face 我们把这个M滴出来 0.5克 0.5公斤 五百克 0.5公斤 这个温度差是二十度C 那C呢 是这个 C是这个 加上 这个 显热 凝固热 乘上M 总共需要这么多的 抽这么多的日 抽这么多的日 那么这个冷气机 它的COP 已经告诉我们 COP是五 那就说 我们QC over W 是等于COP 对不对 那W就等于QC over COP 那我们把这个字带到这里来 那我们把这个字带到这里来 COP呢 5带到这里 所以它总共要做这么多的工 总共做这么多的工 要多久 它瓦特 瓦特是什么意思 一个瓦特就是每秒 做一个交耳的工 叫做一瓦特 一瓦特 所以 你这么多交耳的工 经过多少时间 它是等于这个POW 把这个十字变一变变成这样 所以它就是 总共要83.4秒 83.4秒 好快喔 一分多钟就完成了